嗨 大家好 我是强生 今天我们要准备的甜品是 简易焦糖年糕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糯米粉380g 白糖380g 清水250ml 香蕉叶一包 首先我们打开电炉 把锅热一热 再倒入清水 水滚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把 洗好的香蕉叶烫锅 煮的时候 记得把香蕉叶翻面 这样才烫得均匀 然后我们把烫好的香蕉叶 放进磨具中 然后我们把烫好的香蕉叶 放进磨具中 首先我们需要把380g的白糖倒进锅中 然后加点清水 糖也比较容易溶解 过后糖水煮到有点颜色了 我们需要开始搅拌均匀 煮至糖水变深色 然后倒入清水 让焦糖完全溶解在水中 然后可以出锅备用 首先我们需要把380g的糯米粉 放入锅中 然后分阶段倒入焦糖水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然后用筛纸过滤一遍 然后用筛纸过滤一遍 最后倒入磨具中 最后盖上铝箔子 最后盖上铝箔子 放入水 然后再放入电底网 再把装好的模具放入锅中 用大火煮至15分钟 用大火煮至15分钟 然后调至中火煮至1个小时 1个小时已过去啦 让我们来看看成果吧 哇Q弹的年糕 终于完成啦 过年吃年糕是华人的风俗之一 每逢新春假节 年糕是过年必备食品之一 据说年糕的由来是民间有吃年糕的习俗 有的说这习俗从周代开始 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由于贺古成熟成一年 所以过年吃年糕含有祝贺五谷丰收的意思 也有取年年糕的谐音 含有希望日子一年胜过一年的意义 好啦更多精彩内容 会放在视频的结尾 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我们的频道 帮我们订阅点赞还有留言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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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